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懂朋友我是阮木华 明年的经济情况并不看淡 尤其是若米总体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GDP的成长率来看 因为今年期期相对比较低 所以明年经济成长率可以比较明显的增长 今天台经院公布最新的预测 上修了今年的成长率到1.91% 比7月预测值增加0.08个百分点 同时预估明年可以超过4% 这看起来明年的增长会较今年 在基期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更明显 此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也还不错 虽然说疫情美国是感觉起来很严重 就是每天确诊已经达到9万人的数字 而且总确诊人数已经逼近千万了 但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叫ISM 公布出来最新的制造业的指数 因为强劲的新订单跟就业成长 10月份ISM的制造业PMI上升到59.3% 59.3%可以讲非常高的一个情况 写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 新订单指数到67.9% 前一个月是60.2% 生产指数也到63% 前一个月是61% 雇佣指数是53.2% 前值是49.6% 所以各项数据都很明显的在往上升 除了ISM的制造业采购金人指数 不错以外 那Market也公布出来10月份的制造业的PMI 同样是美国的 最新的数字是53.4% 比预期的53.3%来得好 也比前一个月的53.3%来得好 所以这个ISM跟Market 他们调查的取样不同 所以这个数据上会有一些落差 但都告诉你就是说 美国未来的整个经济情况 因为这个PMI是领先指标 看起来是还不错 会往往上走的情势 那苹果又要发表会了 11月11号光棍节 台北时间凌晨会举行发表会 现在目前预估他会发表新的Mac的 这个三款机种 那会首次采取这个 苹果自己用ARM架构的晶片 就是ARM架构的晶片 苹果自己设计的 那其中鸿海在中低接款 拿下过半订单 再加上中高阶iPhone 12 苹果的手表 Series 6 也具有主导地位 所以说法人就说 红海市苹果新品的三贯网 这个都拿下这些订单 那今天亚洲股市是都收涨 表现不错 日本股市修市 韩国股市大涨了1.88%的幅度 创下6月16号以来 最大的单日涨幅记录 加全指今天涨了144点 涨幅是1.15% 恒生指数涨了479点 涨幅更大 1.96% 入股上证指数涨45点 涨幅1.4% 深圳成分参考指数涨了159点 涨幅也有1.2% 那台币今天收盘是扁1.1分 收在28.92的这个会价 那法人今天操作的部分 外资今天是买超144亿 投信买超7亿 自营商买超11亿 是自营商跟投信 到昨天是持续连6卖 那今天开始恢复站在买方 外资今天买超也颇大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了164亿 而期货的部分 外资今天在大台 也明显的买进了有3882口 近多单的流仓部位 来到31466口 投信跟自营商呢 今天是一个买超1920口 一个是卖超990口 当然我们在这个数字上 主要看的还是外资了 小台的部分 外资今天买超是874口 小台转为近多单 流仓241口的情况 在法人操作部分 今天期限货是同步买超的 那期指今天涨幅更大 1.35% 涨了169点 那期限货之间的逆价差 是50点左右 那贵买指呢 今天也收涨 不过涨是不弱大盘 那么强劲 今天涨1.4点 涨幅是0.87% 那成交总值是378亿 那今天这个台股受惠 与法人的买盘 那颇有这个提前卡位的味道 是这样吗 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政院投顾的 红士德分析师 黄老师你好 黄兄大家好 因为选举结果即将揭晓 所以说法人是已经先开始卡位 是这样吗 越接近这个总统大选的揭晓 相信呢 大家其实也是越小心谨慎了 那今天的一个盘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资金在大选之前呢 今天涨的都是呢 过去没有提到 市场上没有提到的被动元件 像国际啦 或者是华兴科 过去几个月呢 几乎都没有涨到 所以呢 资金选择在大选以前呢 先进来这些 低低级股票来这个避险 相对的 过去的比较有人气的股票 就没有因为今天指数大涨 继续的一个强势 反而今天呢 很多人气的股票比大盘弱很多 我们就先拿这个10月初呢 我们一路看好的 5443的一个均豪来看 从24块呢 我们一路分析 均豪到最近 创新高涨到了37块 一个月呢 几乎涨了快五成 股价在大涨之后呢 当然会有人想卖 不想去拼这个 美国大选之后的一个 不确定因素 就拿我们这个 我们的一个持股 均豪来说的话 最近呢 我也带这个会员呢 做获利的一个调节 除了股价已经大涨喷出之外 最近的筹码 也有一些松动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 我们先逢高的获利调节 从20几块呢 一路操作到37块附近 波段的获利呢 我们先获利的入贷 有卖出才有资金呢 买进新的股票 高有卖低才能买 而且呢 也比较不容易被洗掉 3580的有微科呢 我们就继续的获利虚报 前一波34块 做到341块 先赚了7块 这次呢 37块呢 预告买回来 今天盘中呢 虽然有震荡洗盘的现象 但是筹码还没有乱掉 股价也来到了43.8元了 好 所以说 今天被动元件涨您觉得是一个 等于说保守性的买盘卡 我也就是了 相对的 他们是之前都没有涨到的一个低级级的股票 所以最近的一些市场上的股票都是选择比较低级起来做 会比较保险一点 好 那今天的确被动元件涨很多 像国具涨了25块 涨幅超过7% 华欣科是涨停板 涨到181.5 涨了16块半 涨幅刚好是10% 另外像凯美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这也是被动元件 包括和申堂 今天也是大涨做收了 和申堂今天涨幅有5%左右 上涨了4块半 来到104.5元 那今天表现比较强劲的股票 除了被动元件以外 联发科今天在昨天重摔之后 立刻回稳 今天涨幅是1.8% 上涨12块 收665块 台积电连两日上涨 今天涨了5块半 涨幅有1.26% 此外像是PCB的星星 这些股票今天也都是走高的 那郁金光今天涨了19块 涨幅也有3.5% 这都是先前比较弱势的股票 大立光今天涨了2.6%的幅度 世新KY今天涨了4.46% 也都是先前比较弱势 有破底的情况的股票 所以说今天的确是有些机器比较低的 或者说先前前一波段有重跌 今天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另外就是比较弱的话 像是豪展 郑文 这些股票今天跌幅也比较大一点 不过整体盘面上来讲 就是说强势的股票是远远多过于弱势的股票了 那至于说太阳能股的话 有一些回档 像安吉今天跌幅是1.5% 感觉起来就是说 机器比较高 像太阳能股 这个大家之前看好拜登当选的股票 现在目前感觉起来在排骨盘面上比较弱一点 对 可能也是因为涨多机器比较高一点 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 也有可能出现利多不长的一个现象 元金今天也拉回 是 那当然我们在过去 我们也有在节目公开分析的一些股票 除了这个均豪还有微科之外 另外一档最近也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 就是车店股的5309的一个系统店 那系统店从过去呢 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个来店里 到10月20号出现了短线的一个创新高 40.95的一个新高的位置呢 以及呢10月底的一个拉回 到今天呢再度的涨停板再创新高了 基本上呢我的看法跟做法呢 都是公开而且呢 预告给大家来做参考的 像10月中旬呢 这个5309的这个 系统店呢短线呢创下了新高 我说呢我们先获利的一个调节 但是卖出不是呢我看坏它 而是为了以后能够买更便宜的股价 因为呢它还有市场上 不知道这个利多 这句话我相信呢 大家都有印象 后来呢我们在40.5以上呢 调节之后呢 系统店一路的跌到了35块 当时呢我就天天的提醒大家 系统店的一个公司的 CV的转换价就在35块 不只在广播节目提醒了 也在10月26号 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呢 有写5309的系统店 已经快回跌到 CV的转换价35块了 在新的这个TESTA 这个胎压的一个侦测器呢 订单的一个加持之下 10月营收呢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呢大家要记得 欢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一个脸书 股市涨先机 红市则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系统店呢 回涨到最低点 就在上个礼拜 35块附近了 之后呢 如我们看到的 投信这几天 也出现了连续的大买 股价一路的大涨 创新高 这两天连续的大涨喷出 系统店呢 我们今天呢 当然是获利续报 而且呢 也不是因为今天大涨 才来解释呢 今天他大涨的一个理由 看好的原因在过去呢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都已经有分析过了 反而现在大家要注意一个现象 就是从10月初 我们预告的台积电的新概念股 像军豪有微科呢 波段的轮流大涨之后呢 这一路的一个追踪的 像5309的系统店 这两天呢 也喷出大涨 都有一个上涨的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呢 也是呢 过去我常说的 大主流的一个题材 你要找新的股票 当时呢 我就拿5603的陆海来举例 风电股呢 过去最强的不是世纪钢 或者是1589的永贯KY 而是呢 陆海 当我们看到 市场的资金呢 流入了这个相关题材的新股票 台积电在10月中旬的时候 要开法说会的时候呢 我就提醒大家 这一次呢 会反映台积电法说的 不会是大家都认识的 像3680的加登 或者是3131的红硕 而是呢 我看好的新台积电的供应链 像5443的一个军豪 3580的有微科 那时间过了一个月 军豪和有微科呢 轮流帮我们大赚了 那3680的 像这个加登 3131的红硕呢 却是跌破了半年线 以及季线 所以这一次 特斯达也是一样 我会去选择操作的 像系统电呢 包含过去送给大家的 这些股票呢 又一路的替大家追踪 而不是挑选了大家都认识的 像3665的茂连 以及1536的核大 所以这几天呢 这个系统电的一个走势呢 已经证明了我当初选择是对的 在大涨以前就先选出 有机会大涨的股票 才是呢 未来赚钱的一个关键 不用等到大涨之后 再去解释它上涨的原因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法人超辞的情况 在上市的部分 投信买超第一名是大成钢 大成钢今天股价也 蛮明显的在走高 上涨0.95元 收24.1元 这个投信买了3300多张 大成钢也相对就是 机器比较低 这个钢铁股 另外在买超第二名的是长龙 长龙今天买了2000多张 奇力星今天 被动元件的奇力星 今天股价也是大涨8块 收在114块 投信买了2000多张 另外买国桥 国具 日月光头控 华兴科 群创跟友达 还有景硕 另外在上柜的部分 投信买超第一名就是系统电 另外买家邦 万润 硕河 东阳 精彩 台药 贵蒙 景德 跟新普罗 这个是在投信操作的部分 那外资今天在上市买超第一名 是买元大护生300正二 另外买国桥 友达 星光军 群创 跟富邦 VIX 这个买波动度 还有买台湾 50反一 买反向的 这个当然也是做一些避险 中石化 元大金 国具 中宏 都是 外资今天在上市买超的标的 上柜的部分 买超第一名是精彩 另外买信仓电 这同样也是被动元件的股票 买震德 穩茂 环球晶 旺系 化成跟系统电 也是买系统电 9毫跟光环 所以 黄老师 你从投金跟外资法来买超上市的公司 你可以看出什么样的逻辑呢 刚才我提到了 像今天 上市的部分 就是 大家还是去买低级级的 像被动元件的股票 另外的部分 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之前的一些车电股 5309 这个系统电 你就会看出 最近也是很多投信法人 去注意车用的电子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些 大主流的题材 你要买的是新的股票 这样的一个选股的逻辑 会持续的下去 现在一个市场 过去的一个大主流的题材 还有就是 生计防疫相关的股票 过去当疫情 刚刚爆发的时候 市场资金是围绕在口罩 耳闻墙 到后来的一个检测的事迹 过了半年 现在市场在讨论的 已经变成了 谁有机会 研发出这个疫苗的解药 就像川普之前 感染这个新冠肺炎 就服用瑞德西韦 没有几天 他又跑出来选举 不管是不是政治的一个操作 但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全球针对 这个疫苗解药部分 是加快速度的在抢上市 尤其现在欧洲 又因为封城的问题 引发动乱 当然这个疫苗 越早问世的话 越能解决当下的问题 过去提到的这个疫苗股 不外乎就是国光生计 或者是中化生 或是以前提过的 台湾最有竞争力的 六四九二的升华科 以台厂来说 台湾最具竞争力 就是六四九二的升华科 其他台湾厂商 要做出这个疫苗解药的话 还需要一段时间 另外 当然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针对国际大厂 有机会做疫苗的 而且台湾有跟国际大厂 有关系的这些公司 市场就会有相对的 想象的空间了 所以我们今天布局的 这一档生计股 是过去没有人家讨论的 没人讨论的 新防疫的概念股 它选定的合作对象 就是欧洲的大厂 单单这个实验的人数 就高达四万人 样本数非常的大 因此很有公信力 目前这个疫苗是公认 全球临床速度最快的产品 如果10月份的 这个三期临床数据 表现得好的话 近期即将公布 有机会在第四季 与全球率先的上市 当然目前这家欧洲大厂 已经接货的订单 高达4.5亿剂 所以非常有想象的空间 只要临床数据量力的话 股价当然会有反应 所以今天我们利用股价下跌的时候 逢低的来布局 投信也才刚刚的买不久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当然可以加入我们 跟上这一档全新的防疫概念股 不要等到哪一天新闻力多出来了 才去跟大家来抢涨停 另外上个礼拜 我有提到的新台积电的供应链 今天股价也持续的上涨 底部越电越高 外资每天都有在买超 只要技术面正式的转强的话 股价迟早就会喷出 大家还有机会来布局 尤其是过去没有跟到 我之前的军豪 还有威哥的听众朋友 更要把握这次的机会 当然掌握一档好的股票 就可以让你的资产 大幅的一个成长 那这些疫苗 国际大厂开发的进度上面如何呢 好像有些也停顿 像是里来 这些感觉起来 好像最近的消息面也不是太好 当然这一档的疫苗股 它这个10月的一个三期的临床数据 我们来看的话 最近它可能就会即将的公布 而且大家认为 它过去的这个实验的一个数据 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可以等待它 第四季 是不是可以率先全球的率先来上市 所以它会授权台湾来生产疫苗就是 是 OK 好 那基本上 这个疫苗一定会是明年 很重要的 大家要争相 要拿的 不过 这次流感疫苗出了一些问题 有时候新冠疫苗 可能就是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如果说真的是 在临床上面很好的效果 同时 开始正式疫苗普及下去的话 对疫情应该会有蛮大的影响 跟好转的一个帮忙 那另外台积电相关的个股我们怎么看 台积电相关的个股我们看到之前一些高位阶的股票 其实它最近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好 像这个加登或者是3131的红数呢 它都已经跌破了季限或是半年限了 今天虽然有小幅的反弹了 但是上档的套路压力也其实还蛮大的 相反的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些 我所提到的一个新的台积电的概念股 反而在最近创下了新高 这项军豪还有这个尤威科呢 其实呢 这些都是所谓的新的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而且呢新打入的台积电的供应链 这些股票呢 还是呈现了一个多头的走势 而且呢 投信法人呢 也积极的在买潮当中 好 所以还是要锁定您讲这个新台积电的概念股 就是说像加登啊 红数啊 这些过去我们讲说 传统大家耳熟能详台积电的设备股 相对最近比较不吃香就是了 对 好 那除了这些以外 整体而言你还看了什么方向呢 当然可以最后来聊聊一下 可以注意的产业 就是面板最近呢 可以说是利多连发 可是股价也不太动啊 对对对对 像友达董事长呢 每次出来的话都会提到这个面板需求很旺的一个现象 所以呢可以特别去留意 像群唱啊 投信最近一路大买 但是股价呢反应不大 可是呢群唱公告的第三季雷正式呢 转亏为盈哦 但是呢 它的一个获利呢 有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 所以呢最近呢 可以特别去留意这个面板 相关的一个主群的表现的状况 所以您觉得面板会涨就是了 是 好 那面板股最近这两天其实在压盘 然后我们可以持续在观察 群唱友达跟彩晶 其实交出的财报都还不错 非常谢谢红色的分析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孟华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来到了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 林洪达 洪达您好 洪达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洪达这一期的财讯 写了封面报有故事叫 全球抢货潮 谁是台股阵营家 里面提到了蛮多公司的 其中当然联电今年在半导体 相关的上市公司 上位公司来讲 股价表现相当突出 因为我记得年初的时候 它股价最低在十几块 这一波最高涨到34块 但是涨到34块就在这个当口上 它发布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报 这个第三季一天赚一亿 整个第三季赚了90多亿 但是呢就从发布财报之后 联电股价就出现明显下跌 就有点好像利多出镜的味道 那跌到这两天 其实跌穿了月线 那今天稍微小涨 当然还是在30块附近 也就是从高涨下来 大概修正了有10%了 超过10%的一个幅度 那联电是不是真的 现在目前的基本面非常好 那请教洪达 我想对 这次联电它必须 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方向来看 其实如果各位看我们过去 其实曾经写过一个联电的五年计划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采访到联电的高阶的主管 那他是讲说 联电那个时候其实有个重要事情 是联电宣布说 他不要在先进制程上 再跟台积电竞争了 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候联电端出来的一句话是说 其实关键数字 如果各位要去看联电的投资价值的话 其实是折旧 我刚才还在查 联电在最新的财报里面 他在2019年1月1号 他当初合计的折旧 大概是 百万千万亿 七千三 大概上百亿的折旧 所以他希望说 透过这个减少投资 还有这个对进华 在这个福建的这个金元厂的这个折旧 慢慢探提下来之后 他其实这些投资跟折旧 能够转变成对股东的获利 所以当时是这样子看的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这个联电跟这个美国 特别是美光的诉讼 造成了另外一个很重大的变数 那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 我其实也在这个 把这个过去我们找到的 这个诉讼的内容翻出来 就是因为现在状况是 联电跟美国政府的诉讼 这个是和解了 但是和解是有代价的 和解代价就是说 他认为说 因为联电的员工 做了一些这个 不是那么适当的举动 所以联电要负连带的责任 所以他付了一个和解金 那这跟原来说 我这个是无罪 那就不太一样了 那这是刑事的部分结束了 所以现在是民事的部分要开始 那问题是福建进华 跟这个联电 其实还没有开始生产 这个Dran 就被美国用这个禁运 整个就喊停了 在一般的法律 你会看说 我还没有生产拿出来卖 那所以 那这个诉讼的赔偿 因为民事我们要算赔偿了 怎么算 所以我就看这个美光的诉求 其实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制造这个Dran的这个秘密 都被你这个公开了 本来是秘密的 现在变成有其他的人知道了 而且可能会拿来变成 跟美光竞争的这个工具 所以这方面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你这个专利 你还不干脆就买走算了 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那联电跟进华 因为这样子而产生出来的专利 他也应该申请了一些 这个记忆体的专利 说我可以用这些专利来做 未来在记忆体的布局或竞争 那这些专利要不要来判给美光 那所以后续我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在民事这个部分要 他的金额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美光当初开的是很高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实务上 他其实那只是先谈一个高的价格 美光是开好像八十几亿美金是不是 诉状里面是写说 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三千亿的影响 三千亿美金 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很大 打一个大高空就对了 但是就像当初一样 最后谈完会他会 大家妥协之后才会有个实际的数字 他是先先拿出一个很高的数字来 让他有一个好的 他要谈判的一个筹码 对因为我今天有问是一下问一下美光 就是说他们说他们对于联电的民事控诉 是一直都还存在的 对 并没有受到这个美国斯拉部这个事情的影响 对 也就是说联电终究还是要面临美国 美光控告这个民事的这个问题 对 这是好像其实形势的部分 那可能这个联电的这个主管 都不会因为形势受到影响 对 形势就不用去美国坐牢就对了 不用去美国坐牢但是赔偿要怎么赔偿 这就因为你部分的认为你有连带责任 所以那这个部分民事就还是变成一个存在的一个issue 那怎么样和解 这就是一个一个问题 好 不过联电看起来第三季的财报非常好 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EPS已经几乎赚赢去年全年了 结果再加上第三季 他EPS已经差不多有一块半左右 那如果算一算第四季全年赚到两块钱 应该轻而易举了 就超过两块 那这个就跟之前的去年的EPS 前年EPS差很多 而且他联电他已经是连续两年而尽力在成长 所以是不是他的这个基本面非常好 据说现在8寸12寸的这个产能都很满 是真的吗 而且好像8寸已经在涨价了 是不是确实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个表 从这个细晶圆到这个晶圆代工到这个IC设计 我们大家都去问了 甚至到系统端 那其实传回来的就是说 从10月开始 他的逻辑是这样 原来已经谈好的订单 那就不动 对不对 因为大家已经谈好是多少钱了 可是如果你要临时要追加 对不起 那就要再另外加10%左右的这个涨价 所以从10月开始会看到陆陆续续的传出来说 8寸晶圆涨价 可是真正重要的涨价 是要到明年1月1号 因为最近大家就开始 前几个月就要开始一明年的约了 所以之前供应链传出来 就是说各家的晶圆厂都开始对客户说 他不是只问价钱 他第一个先说 你愿意下多大的单明年 然后下多长 我第一个先绑住大客户 那因为产能其实不可能 晶圆厂不可能瞬间盖好 产能就是这么多 那我了解了之后 我当然就是要跟这个长期的大客户 然后如果有好的价钱 那就那就更好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应该大致上已经底定 而且明年初各家其实大概都会调幅大概是在10%左右 联电现在有7座8寸厂跟4座12寸厂 8寸厂的产能每个月有30万片 只有低于台积元50万片一点点 那至于说这个第三名的世界先进大概 他的8寸是每个月24万片 所以联电看起来这个8寸上面蛮吃香的 其实如果国际的排名的话 应该第三名是三星 然后第四名是中芯 中芯当然现在目前受到美国制裁 应该影响很大 不过我看到中芯最近股价也开始在涨 是不是压保派登选上的关系 对后面就连接到美国政治 好那这个联电的状况 当然在美光的一个控诉 还没有正式赔款 或者说这个有结论之前 应该还是基本面会主导股价吗 还是说你怎么看 我想这个法律诉讼它有它的时程 那它可能原来排定的宣判时间 其实是明年的8月要宣判 你说美光的事情 对 提前到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看到最新的进度 因为大概28号 几天前10月28号 美国的法庭贴出来正式的文件 就是确实它就是和解了 但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联电的五年计划 它就是要透过降低折旧 购买这个购病新厂的方式 来扩充它在成熟制成这边的市占率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步步在进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明年初它因为涨价 它的EPS还会再往上 那它最近也宣布了购病了日本的新厂 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 你确定了吗 东芝 你是说今年初的嘛 对不对 它最近好像也传出到买东芝的一个8寸厂 对这方面 因为8寸现在很热门 所以我相信这方面的谈判 他们也就是说只要不会排除任何可能 因为只要是适合的这个价钱的话 那其实大家很多厂商也都有这个扩产的计划 特别是你去比较这个联电跟世界先进的毛利率 联电的毛利率大概在12%左右 过去它的这个逻辑就是 我尽量要把产能填满 用高产能利用率来保证赚钱 那世界先进是在36% 它可能是做很多的特殊的车用啊 车规的这个东西 可是联电现在 它有这个本钱可以去提高这个价格之后 我想它其实去年的这个购病案 它也就进到车规这个部分 所以它一定也是先站稳了 在8寸成熟制程的这个产能供应的这个地位之后 它也会要来往上调价 好 这个是在联电的部分 现在目前整个 现在目前缺货的情况是 我看你没有做一个表 包括MOSFI啊 很多IC都在缺货 封测订单也都很满 那就是从系统端过来看 就是说最近大家都在谈Chromebook 其实谈蛮多的 那我们现在推 就是去跟这个系统厂采访问到的状况 就是说 现在状况是 你如果上Amazon去看 你会看到说 这个宏基跟华硕的这个框布克 几乎有一些都是11月才会到货 甚至12月才会到货 这都写的 在他们的网站上都写的很清楚 那一般这个系统厂 罗布克的库存状况是这样 在当地会有一个月的库存 在海上飘货柜会有一个月的库存 在代工厂会有一个月的库存 所以卖到没有货表示 已经有三个月都被消化掉了 所以那我问他说 那个那现在11月之后就结束了吗 他说其实11月到货那些货 也都被订光了 所以呢看起来到明年第一季 他才可能会出现 所以要稍微缓和 甚至也有我们上次联发科的 这个法术会里面 其实联发科的执行长 这个疫情就认为说 这个库布克的热卖 恐怕要延续好几年 他认为是三年 因为疫情其实根本没有缓解 没有缓解 所以在家上课 或是说远端的 对库布的需求就很大了 我讲一个故事就好了 我一个朋友 她的这个女儿 最近录取了 Princeton的大学部 可是她现在人还是在台北 线上上课吗 对因为就改成线上上课 因为美国的疫情没有解除 学生群聚在一起 其实对他们的这个健康是风险 所以现在美国大学 都是在在家上课 那你就必须要有 框布克这些东西 所以所以美国的家长 这个开学之前 是疯狂的在找适合的 这些笔电 好我一个朋友在纽约 她的女儿在读小学 结果那个那个传出 他们同班有同学确诊 结果他们全家人 都要隔离14天 然后还要先到这个筛检站 去捅鼻子 就是做这个鼻腔试验 同时还要再去做 那个PRC的血清试验 结果后来 美国那个 结果后来学校通知说 是搞乌龙 就他们也白被捅了 然后呢 也白被抽血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 她说她在纽约 那个街头啊 那个检测站啊 在冷风中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才去做到这个测 那个检测 真的美国现在真的很辛苦 这一旦有小朋友全班 一个人确诊 全班同学的家长 全部都要去 都要去规定 都要去接受筛检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这期财讯做了一个 电子业缺货实况的一张表 从晶圆片 到晶圆代工 到封测 到IC 到MOSPHE 到面板 到笔电的面板 电视面板 笔电面板 都列了 如列了一些公司 也就是说 有涨价的情况 那其中像晶圆片 有这个环球晶 台胜科 传出明年第一季 12寸晶圆 会调涨5%到10% 其实我们知道 现货的晶圆 今年以来 其他现货价 是在下跌的 对不对 那看起来是 最近有指稳的状况 那未来 有可能会调高 那今天环球晶 也召开董事会 通过第三季的财报 那税后净利是 33.88亿 每股的税后盈余 是7.78元 前三季的税后净利 是96.66亿 较去年同期 是减少9.96% 赚两个股本 每股税后的EPS 是22.2亿元 感觉起来 这个成绩单 并不算太差 对不对 就是说以环球晶 先前 大家就说 好像那个现货叠价 对他来讲 应该很大压力 看到 看到个位数的减幅 感觉起来 并不是太差的 一个财报 三星是买环球晶的 这个晶圆 三星 今年在疫情当中 还在韩国拼命的扩厂 你就知道 所以环球晶看起来 应该明年还 这个蛮有看头的 好 那另外MOSFI的部分 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还有就像敦泰 第四季也传出 会要调涨价格 我看敦泰最近股价也蛮强 减持之后也往上走 对 所以这一些 大家可以去注意 应该 今年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他们都还是会有一些 这种毛利提升 净利提升 EPS提升的题材 那至于说 大家关注的 马上揭晓美国总统大选 你觉得会牵动 什么样的 两岸三地 美中台之间 这个三边关系的转变呢 从这个财经的角度来看 我今年 大概三月的时候 去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那一场 其实张忠谋也有参加 那一场就在讨论说 在这个川普执政的 这段时间的 这个国际局势 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过去 大概欧美 都是走开放的路线 可是在这个 在正印这一段时间 不管是欧洲跟美国 都出现了这种 这个反对开放 甚至就是 这个我们讲 非典型政治人物出现 那这里面 最明显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 其实是川普 他是美国 连美国这个具有非常大的 这个能量的公司 这个国家 他都出现了非典型的 这个政治人物 那但是这个后面 在影响是什么呢 是国际的这个局势 跟经贸的这个 这个秩序 开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WTO 因为WTO 基本上在 这个 他的规则 几乎都几乎被架空了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今年中 我记得这个WTO的秘书长 就辞职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他不管做什么事 也没办法改变 这个WTO的命运 现在新的秘书长提名 也有很大争议 因为恐怕是 这个位置不太好坐 好像也涉及到美中角力了 对 所以大家这个观察 这一次为什么选举这么重要 因为美国过去都是这个 国际秩序 我们讲这个WHO 世界卫生组织 WTO 这个国际的这种贸易的组织 大概都是美国在主导 那但是在这一两年 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会 会决定说 这个世界 能不能够回到过去 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全球化的轨道 就是WTO或者WHO 制定了一些规范之后 它可以 大家就 基本上遵守这样的规范 还是说 各个国家各自谈 因为后面在这几年 其实美国都是流行单边的 我就是单独谈 每个国家谈 所以这次会决定很多路线上面的不一样 那像这个中美的经贸 还有这个台湾 美国的中间三角关系 也是在这里面很会决定他的路线 我个人是觉得川普 如果当选的话 他在第二任 因为没有选举压力 他其实不会应该像他第一任 对中国大陆这样穷追猛打 因为毕竟嘛 就是说 我们常讲一句话嘛 做人留一线 未来好相见嘛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从他个人的角度跟利益来讲 他如果还要留一些 后续的余地跟后部的话 基本上他其实没有必要 再这样横打下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他这次选举 很多的议题主族 都是跟大陆有关 跟中国有关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拜登的 这个电邮门的问题 笔电门的问题 都是穷打猛打这一块 可是他第二任没有选举压力 那没有选举压力 他是不是有必要再继续 这么样的一个 蒙打下去 或者甚至加码 我觉得可能从他 这么会算计的商人的角度来思考 应该会不至于 那至于拜登当选的话 因为就像你讲 他他是一个老官僚 他比较建制派 所以说他应该会走 比较四平八稳的外交政策 跟四平八稳的 这个美中三边关系 对不对 当然不见得会完全回到美中 美国过去的这种关系 因为我觉得 美国跟中国的交恶 恐怕也不会是 谁当选之后 这个情势就会扭转 因为他可能会是一个 很明显的国家战略的问题 你从这个苹果的布局 也看得出来了 苹果在选前 其实这个往 这个中国之外去布建 这个两个系统的 这个布建方法 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第二个就是 其实像纽约时报 最近就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这个拜登 应该是中国过去的朋友 但是是这个 这个中国未来的这个敌手 因为 怎么讲 因为他 他其实 因为他心上任 所以他更不能够摆出 这个太过于低调的姿态 对因为他也有那个 毕竟整个 整个 整个美国社会的压力 或者说 美国国家安全的压力 是 所以我想这个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中美的这个较量 这个中国也希望在这个科技这方面 他要 他要往上去 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强权 现在比的 比的其实是这个科技力 那美国自然不能够在这个地方示弱 所以 两方的竞争 我想是非常的 会持续下去 昨天的新闻就出来了 华为要在上海自己建这个 晶圆代工 自己做晶片厂 然后还说2022年就要进入到 好像20奈米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最近这个中国政治局开会 讨论的主题是量子运算 所以科技挂帅还是一个 你觉得有可能吗 华为自己做晶片 而且是不 不含美国软硬体技术的 这要看你做的是几奈米的这个设备 他好像说2022年就 后年就要进入到20奈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 我想他是需要这样做这样的投资 但是做这种商业运作 到底划不划算 还有你能做多大的量 你的量率是多少 这些才是比较关键 做一片 对啦 量率是关键 其实英特尔他其实也不是说 做不出7奈米 对不对 他就是量率的问题 对啊 中心也做得出7奈米 只是你要重叠好几次 那你的量率就会比较低 量率比较低 你的这个成本就是远远比人家高 你可能花三四倍的这个价钱去做一片 所以关键在于量率 好 那最后你要不要讲一下 因为我看到英特尔今年股价是大跌嘛 对不对 那英特尔是不是真的会啊 撕掉他这个龙头地位呢 这一次这个AMD 并在另一次哦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哦 现在就分成三分天下了 现在大家都要争夺 未来最大的商机 就是AI晶片 对 英特尔加了Atera 就是FPGA 它有很多的晶片组合 未来不是只有处理器的 未来是很多种晶片组合在一起 多元晶片组合 另外一个集团叫做NVIDIA NVIDIA想买ARM 它同样也要进入到AI晶片的战争里面 对 所以为什么AMD一定要买这个Zilinx 它是小鱼吃大鱼 对 而且AMD Zilinx也答应了 为什么 你如果不加入的话 这个AMD只有CPU 它没有办法进到下一轮 所以现在已经是三国演义三分天下了 各位AI晶片绝对是未来重要的投资趋势 其实早年那时候是Zilinx要买AMD的 现在是主客意味 非常重要一局 致